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5月9日星期四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香港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所說 即將落成長江中心二期出租率只有一成 報道引述戴德良行的預測 未來五年將會有大約670萬平方呎的 新寫自流流面投入市場 而香港四大地產商董事會 對於香港房地產的調整 越來越不安 至於摩根史丹里的分析師預計 明年地產商經營利潤率會跌至19% 第二宗消息 前中國大好友摩根史丹里前首席經濟學家羅奇 在社交平台指出 由於香港受到中國衝擊 故此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 循環的周期和以往不同 在說之前 首先呼籲告一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金融時報的報導 那篇報導其實是幾個長篇的專題報導 專講香港樓市 集中在商下 那篇報導的標題是 《香港房地產慘痛的低迷》 有理有節 全部都是引述客觀真實的數據 為何不反駁 為何心潛 報道提到 有三位地產代理都指出 The Henderson 目前出租率只有六成 租戶包括有 有拍賣行街市德 瑞士中標製造商愛比錶 和私募股權公司海女 在去年九月 恆地當時披露過 The Henderson 的出租率接近五成 未到五成 又說希望在二四年的出租率 可以升至八成 可見現時的出租率 仍未達到恆地當時的預測 恆地向記者證實 出租率目前只有六成 還說這個項目 將會進一步增加集團的經常性收入 相比起已經完成 並且在今年第二季開始 租戶會陸續進駐的The Henderson 在一階之隔 仍然興建當中的 長江中心二期出租率更低 報導引述地產在里指出 因為和潛在商戶的談判一拖再拖 到今年三月 項目的出租率只有一成大把 詳實未有就住記者的提問作出回應 報導引述戴德良行的預測提到 在未來五年將會有大約六百七十萬平方尺的新寫字流 投入到市場裡 就是The Henderson總流面面積的十四倍 根本上是吃不消的 以香港目前的經濟狀況來說 任你怎樣吹 任你怎樣說好香港故事 這些數據很實際 我們看看報道如何說 高利國際企業客戶服務主管顏惠平指出 香港頂級寫字流的租任市場 還未見底 很多跨國企業正在縮減規模 受到疲弱經濟的影響 而內地公司由於預算有限制 不會像之前預期那麼快 就可以進駐得到香港的商下 我對於他的預測是同意的 即是頂級寫字流的租任市場未見底 目前的租金水平仍然處於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是有下跌的空間 還有很大的空間 但至於他提到這些原因 包括跨國企業縮減在香港的規模 是受到疲弱經濟的影響 你不見那些跨國企業 在新加坡的亞洲區總部 是縮減規模 為何唯獨在香港的規模會縮減 這是否與經濟因素有很強烈的連繫 還是外資企業根本信不過香港 這麽多法這個法那個法 待會又說禁制令又榮光 可能又要動Google 動YouTube 那你怎樣營商啊 待會又說要檢查這件那件 回到大陸的關口 即是從今年7月1日開始 其實現在有些口岸都在執行 好了 越搞越多這些事情 你怎能給到一個強烈的信心 給外資企業 其實由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將他們那些職員宿舍的地皮出售開始 人家就慢慢部署走投 人家不會說一次過抽身離去 因為這樣引起的衝擊也是太大 也都不符合美方的利益 因為他太過急的時候 資產價格肯定會暴跌 人家要走就慢慢走 盡量保住他的資產價格 擺明那個勢頭是這樣 那你還說 因為經濟的疲弱 令外資企業跨國公司縮減規模 就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至於說到大陸的公司由於預算限制 沒有那麼快進駐 這個就是 所以一味指紋樓梯響 就不見人下來 又說怎樣大陸證監 衛港五條 又說叫那些大陸行業的龍頭企業 走到香港上市 那你就看看他什麼時候來 就等於那個什麼商場歌聲道拜王子一樣 他就說五月尾會 抬五億美金 來香港開個家族辦公室 那你就看看他會不會來 今天已經5月9日 沒多久就已經到 5月31日到期 你看他來不來 所以說大陸證監怎樣為港五條 一會又說什麼大陸公司來香港租 租什麼呢 當時林鄭月娥還這麼意氣風發 在2019年的時候 召集那些大陸企業來香港 又說要怎樣幫他們打通天地線 打通淫督義脈 要取代這個外資企業 其實就是求人得人 你看香港的頂級商下 還有多少外資企業剩下下來 其實你是想要這個效果 你要中資取代外資 誰知道你就完全理解不到 當你成功做到這一步的時候 就是步向衰落 香港當初就是要夠多元化 和國際接軌才會有生意做 你一味痴大陸會發達 你發一十世 清朝之前已經發了 愚蠢 然後瑞銀數據說 香港中環商業區辦公室租金 仍然比新加坡的Marina Bay 就是濱海灣 高出三成半 頂銀預期 香港今年的住宅樓價 會再跌多5% 頂銀投資研究董事梁展嘉 現在預測 住宅價格和寫字樓租金 很難像過去那樣反彈 他在住宅價格上 猜得比較保守 花旗說跌一成 這個就跌5% 我也不明白 這個中原集團創辦人 施永青書老闆 你不要說有些惡勢力 怎樣叫人租樓 不要買樓 每個人現在肯出來預測 都是說樓價會跌 樓價跌 有些說5% 有些說10% 我當有個人 他本身想買一層樓 是500萬的 這樣好嗎 500萬跌10% 就50萬 500萬就算跌5% 也贏5萬 贏5萬 如果你說買一層樓 500萬就可能新介樓 或者市區樓就像豆腐潤一樣 租金也不需要25萬 如果一年之後再買樓價又跌 是否隨便有聰明 好過現在去上車 為何不遲點買 好過早點買 因為樓市下行 還說人家惡勢力 你不說花旗惡勢力 你不說瑞銀惡勢力 為何有些人 本著良心出來 叫人想清楚才買樓 那些又是惡勢力 老點的人上車 那些就不是惡勢力 你施老闆一路唱好香港樓市的同時 你自己就走去暗鎮 放了寫字樓的單位出去 已經成了 你講一套做一套 這是什麼勢力呢 至於報道中提到 香港的寫字樓租金 高過新加坡 Marina Bay三成半 這就可以預測到 香港的寫字樓租金 一定有一個很大的回落空間 因為現在只有香港的寫字樓 在喊救命 如果全球經濟都差得這麼交關 你不見新加坡人叫救命 因為人家接收了很多 來自香港的企業 人家就租到爆棚 都沒有你這麼貴租 你現在沒有生意 沒有業務 你再站硬 這個租金都是拍烏鷹的 所以一定是有回落的空間 另外我也想提醒大家 上網看片 經常看到有些人在售賣別人 怎樣買那些工廈 或者買那些商鋪 我勸大家不要沾手 就算你有錢也不要碰 那些什麼劏舖 就更加不好碰 凡香港現在買固定資產 就找自己老秤 因為你是冒著一個極大的風險 你不單止是跟共產黨 和特區政府做命運共同體 那麼簡單 你還在打倒一件事 就是當你買了那個物業回來的時候 直到你下一次賣出去之前的這段日子 香港或者是大陸 是不會爆發戰爭的 這個戰爭不單止是說熱戰 是軍事戰 而是還在說金融戰 貿易戰 金融戰 就是說如果他掂一個金融核彈 將你香港的銀行踢出Swift的系統 你香港的資產價格 遲不然都會應聲倒下來 還怎樣維持著現在幾百萬一層樓 將你的銀行踢出Swift 你整個經濟就已經玩完了 貿易戰 不是現在和大陸打得那麼簡單的那一隻 貿易禁運那一隻 好像伊朗那一隻 現在這個時勢說不定 也不要說什麼台海或南海爆發戰爭 但這些都是作為一個準買家 必須要思考到一些遠期的因素 我不敢說很近期 我也不會危言聳聽 說這一年或幾多年 明年就會打 但是你買一層樓 或者買一個舖 或者買一層寫字樓 你不是看一兩年 雖然現在撤了辣 你是看長遠的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 所以一定要把這些因素都辣入為考慮之列 不要說掉以輕心 或者當人家說的那些 就危言聳聽 當耳邊封 我就盡了責任去提醒 老實說要置業 有些人如果做炒家 這個世界都很大 不用追香港 大陸那些有錢人都不追香港 又何苦作戰自己 有人不做要做可白 那你真可憐 說回這篇報道 報道指 香港四大地產商董事會 即是長實、新鴻基、新世界和恆地 對於市場的修正 就越來越感到不安 即是香港的樓市 被金融時報形容為 慘痛的低迷的香港樓市 人家四大地產商都不安 我相信這篇報道說的是真的 如果是假的 我想四大地產商會出來反駁 又不見反駁 即是真的 即是金融時報的公信力很高 在樓價下跌之前 部分地產商大舉投資買地 比如恆地 在2021年時 以508億元投低一幅中環海賓地 新地在2018年 以251億6千萬元 投低啟德一幅地皮 這些全部都是一個很高的日價 摩根史丹利的分析師估計 按照目前的價格 發展商的經營利潤率 可能會從2022年的四成 這個頂峰的數字 跌到明年的一成九 其實他仍是有利潤的 只不過比起最頂峰的時候 少了一半有多 仍然是赚到盆满盆满 所以有些地产商说他虚钱卖楼 我不太相信 在地价上没错的成本相对较高 尤其是在2022年之前投下的那些 但他可以在其他方面押缩成本 建筑成本、装修成本等 地产商有死错人才期 很多人帮他洗白 有些网台说租金成本不是最高 有些没有地产霸权 不如说香港有民主 那都可以说大话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 认为地产项目收支平衡点 就会较预期迟达到 金融时报有引述分析师指出 地产商也不太确定 如何预测未来十年的市况 随着香港经济和中国更加融合 未来的发展更加偏向在新界外围 和靠近大陆边界的地区 报道还说 北部都汇区和人工岛计划 令人感到怀疑 到底香港长远的需求 是否能消化这些额外供应 以上就是金融时报的报道 老实说 连地产商都说预测不到的时候 其实就是很悲观 他怎会预测不到 这么多精算师 这么多分析师 请回去 他预测不告诉你 如果预测得到是好的 要不需要砍价三成来卖楼 所以当一手楼都是这样 来到向下砍的时候 又擠压二手市场的时候 有些人还对香港的楼市 有一个很强烈的憧憬 要么他就是做地产中介的生意 必须要有交投量才有勇赚 他就是这样要唱好 个个租不买的时候 他就吃谷种 另一种人就是 他本身手上有很多货 你走去说楼市跌 就等同于切剧肉 是这些人才会盲目乐观 来到现在 大家都会面对现实 我不是说唱衰或者唱好 有碗话碗 有碟话碟 这个世界 我硬唱好也没用 只会被市民唾弃 人家不敢听你 都不是那样 你又说那样 怎样唱好 我唱好 只会被人当灯 没用 这些人 唱都不会好 有些事情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 挪奇有什么 前中国大好友 又有东西发表 叶柳又潜了水 叶柳应该用英语 为自己的英语水平够高 而是自豪的 你博弃他 这个反驳队 一路反驳一路队 罗奇就分享了刚才我们 讲述那篇《金融时报》的报道 罗奇的意见是 香港楼市和其他主要房地产市场相比 更容易出现繁荣和衰退的重困 香港无可避免地 是受到了其他地区 在后疫情时代所面临的困难的影响 同时也受到了中国冲击 The China Shock 故此 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 这个循环周期 都会和以往不同 以往来说 按照施永清 书老板的说法 红市大约就是牛市的三分之一到两分之一的时间 现在罗奇说 不可以再看以前的八家乐的路子了 现在是和以往不同了 他暗示着什么呢 以往是有一个循环周期 现在不同的时候 是否代表着意味着长期的低迷呢 我认为他有这样的言下之意 他没有直接表达出来 反正他就告诉你 是受到了China Shock 中国冲击 因为现在 老实说 什么和大湾区融合 一会儿又说起港珠澳桥 又说起高铁 这些东西 当初特区政府宣传的时候 就说 一 如果再不搞这些东西 就会被中国 大湾区 其他城市 边缘化 因为你找不到发展的机遇 第二 就是要发展 这个所谓一小时生活圈 现在这两样东西都做到了 只不过在你和大湾区融合的过程里 你就被人融卖了 你本身有一些特色 是香港独有的 尤其在制度上的优势 你是没有好好地坚持 你现在是成功融合了 我没有说你失败 所以我们很客观 在融入的角度来出发 你是成功了 只不过 你一路融入大湾区 就一路和国际慢慢脱跪 越走越远 但这也是求人得人 你想要做到的事 一小时生活圈 那些人就 回到深圳买菜 住在皇后山 北区那些市民 你就成功了 赞你 最后我们就看看 施永清书老板 他在那份报纸里所写的专栏文章 他再度喊话 要求北京放行更多资金来香港置业 他说到 内地人 即富人 不是没有钱 而是只有人民币 而且是在岸人民币 都没有途径大量汇落来香港 以至有钱都没有办法在香港置业 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 只是靠香港撤辣 亦对香港房地产市场的支持有限 稳定楼市对于稳定香港社会 也至为重要 在现阶段 当香港自身的投资环境 仍然稍为不足的时候 实在极有需要内地资金来香港撑场 现在特区政府已经撤销了内地人来港置业的限制 希望中央政府也在资金放行方面提供更宽松的政策 他一而再要求共产党打救香港的楼市 我用四个字来总结书老板的主观良好愿望 就是痴人说梦 第一,大陆本身仍是有钱的人 他如果有一些途径可以把钱转到境外 现在施老板就说 他不是没有钱,他转不到 假设他转到钱到香港的时候 他自然就可以转到世界各地 因为香港还是资金流通自由的城市 他为什么还要在香港买房子呢? 我都不明白 你又告诉别人 要放这些水来炒房子 但是 你这些产品本身是吸引得到买家才有人去买的 不是说你买得贵,别人就有钱 那自然市场就会配对得到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大陆的资金去了东京买房子 之前就在曼谷,一会儿又在新加坡 现在主要去了东京 因为日元的汇价够低 为什么呢? 东京是地震带来的 再加上有些人说民族感情 有什么民族大意 这些全部抛诸老后 都要选择东京而不选择香港 为什么呢? 香港有些人有福地 福衣有福 为什么他都不选择呢? 就是因为他信你不过 我从头到尾看书老板的文章 从来他都不提民伤事发 在今年一月生后 对于香港楼市的影响 你是在大陆那些有钱人的心底里 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 他为什么要在境外置业呢? 我想请问 其实就是为了走资 他不是为了投资 在大陆很多东京都可以投资 当然现在的回报率很低 甚至乎是负回报 但是 他为什么要在香港买楼呢? 他是走资管道之一 他现在不经香港 走了等于没有走 这么简单 为什么整天不提这个 黑意告诉别人 要放那些人下来 因为他其实有很多钱 不过不能下来 你其实就在那里画大饼 给香港有些买家 你画一个很好的憧憬 就说其实很多钱涌下来 如果中共一放行的时候 那些资金到位 炒到他 真是风生水起了 这些这样的说法 或者潜台词 根本上就是提供一个illusion 都是错觉 所以不要常常说人家是恶势力 怎样恶势力? 市民赚钱都很辛苦 不要说真的拿来浪费 毛利头 帮地产商接火棒 这样就为之 不是恶势力 到底你的善恶观是怎样判别的?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